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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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飛行不再包含服務 飛機上的一切都是選擇你所需要的 然後不備 低成本航空在歐美行之有年 1971年美國西南航空成立全球首家聯航 以低成本策略打開了新型態的 航空消費市場 隨後英國一節維珍等低成本航空也跟著興起 在歐美形成一股蜂巢 十年前這股熱潮也吹向台灣 2004年新加坡籍低成本航空結星首度進駐台灣 之後菲律賓速務馬來西亞全亞洲和亞洲航空 南韓釜山易斯達以及日本樂陶和香草航空 還有大陸春秋和吉祥等13家聯航 十年內陸續飛進台灣 今年台灣國際航空復興和華航 也正式加入低成本航空的戰場 讓台灣民眾注意到這項新的消費模式 國外低成本航空的進駐 活躍了台灣的天際線 根據民航局統計 2011年低成本航空在台灣的市佔率只有2.91% 2014年5月市佔率已經達到了7.45% 較三年前成長2.5倍 國際航空看準台灣聯航市場的潛力 復興航空旗下的威航以及華航和新加坡 有很多可能性 比較傳統航空和低成本航空 以桃園飛日本大阪來回機票 一般含稅價格 傳統航空大約是新台幣 一萬一千元到一萬兩千元 聯航則為七千元到八千元不等 傳統航空除了可以攜帶隨身行李件 另外還可以免費託運行李 機上服務像是選位 餐飲和毛毯等 通通免費 但這些免費的行李託運和機上服務 在聯航全部需要額外加價 低成本不等於廉價 若用餐點比喻 傳統航空是套餐的話 那低成本航空就是單點 如果需要改變航空 如果需要餐廳 如果要用餐廳 如果要用餐廳和帽子 如果要用餐廳的免費 如果要用餐廳的免費 那些都是在傳統航空機票 那些可能會提升至少30%的 你的免費 在低價值的航空機場 你不需要用餐廳的免費 你只需要用餐廳 餐廳的免費 大概是40% 或50% 的免費 如果要用餐廳的免費 你只需要用餐廳的免費 你只需要用餐廳 提醒民眾 購買聯航錢 除了了解航空公司的售票政策 購票資訊也要再三確認 才能真的買到賺到 連駕航空的遊戲規則 就是風險自負 那所以有一些突發狀況 你就要自己想辦法去掩蓋 也就是說 如果你訂1月1號出國 你就是1月1號 那如果你要改期 對不起你就加價 那加價是不太划算的 有一些航空公司 他很希望你不小心加頂了 就是說他會很機婆的幫你 先把行李選 選成那個最低價的 有些人他就忘記了 他就會那個行李就加上去 他可能就覺得 欸 搶票啊 然後很緊張 他就沒有看清楚 那個機票的明細 然後就會不知不覺 這個機票就會變貴 旅遊作家還建議 聯航彈性較低 無法推票改期 或是因為天候機械故障等因素 造成無法起飛的狀況 民眾可以加購相關保險 為自己辛苦規劃的旅遊行程 多一個保障 如果是要搭連假航空的話 因為連假航空的票價 他跟你收的票價 就沒有包含保險 因為他的票價就是這麼低 他沒有幫你把保險的費用收進去 所以你就自己加保 那其實自己加保保險的 旅遊不變險不會很貴 還有另外一種是 你刷卡買機票的時候 那個信用卡送的 一定要雙管齊下 萬一你碰到飛機延遲 或是行李延遲 或是行李遺失等等 你就會有一個保障 低成本航空的加入 讓傳統航空不再抑制獨秀 國人選擇變多 傳統航空為了因應市場需求 推出早鳥票或是優惠票 吸引民眾搭乘 不搭連航的民眾 也能因此受惠 慢慢的傳統航空會開始鬆動 比方說國內兩家傳統航空 竟然他們台灣飛新加坡的 早鳥票居然也便宜到八千多塊 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大家說 如果你不差那兩千塊的話 然後你覺得早去晚會很重要 然後如果你想多買一些 就是彈性或是保險 你就去訂那個八千塊錢的 早鳥票就好了 華航成立的台灣虎航 率先在今年九月中 取得民航局核發的營運許可證 成為台灣首家開航的低成本航空 台籍航空公司加入聯航 要和外籍航空比時段比價格 也用更在地的服務 爭取消費者青睞 越多業者加入經營 受惠的就是消費者 我們最主要的利益 我們最主要的利益 外來自台灣 與其他利益航空公司 在這個區域 是我們第一 我們是台灣人的 台灣人的 你也會享受 尤其是台灣人的 便利益 在討論的 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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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然後 你會 然後 跟 台灣人的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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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選擇傳統航空 或是低成本航空 不一定便宜沒好貨 只要購票前做足功課 了解各航空公司的遊戲規則 選擇最適合自己旅程的航空公司 就能減少消費糾紛 也能盡情享受假期 中央設計的張志燕 王一文 蔡玉萍 台北採訪報導